這次前往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除了市政的交流以外 最主要目的還是關心在大陸的台灣人 包括青年創業、台商企業、台製醫院、台商學校 以及台灣人建立的廟宇 兩岸之間目前沒有正式的過通管道 這也顯示了雙城論壇這個交流平台的重要性 尤其目前有兩百萬的台灣人在大陸上 在上海就佔了七十萬 那目前在台灣的陸配也有三十八萬 那去年大陸來台的旅客達到了兩百七十萬人次 兩岸在經貿上更是來往密切 去年台灣對大陸的粗糙就高達八百三十億美元 在如此緊密互動的狀態下 雙方應有正式的溝通管道 才能在有問題的時候可以當面直接討論並解決 就兩岸目前的僵局 我們必須想辦法緩和當前的局面 兩岸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但不應當讓這些問題影響兩岸的合作交流 及和平發展 有交流才有善意 有善意才能化解僵局 就算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也可以增加彼此諒解的空間 在兩岸關係上 我一向主張五個互相 也就是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重要的是互相諒解 兩岸不管在文化或經貿上 現在都是互動頻繁 關係密切 但政治上的長期分隔也超過一個世紀 雙方有隔閡 這也是預料中的事 所以應當以更多的時間 更寬容及體諒的心態 來看待彼此的差異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 經濟成就 舉世矚目 30年來GDP成長的9倍 以耀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且基本上已經達到的脫貧 在中國歷史上 人人有飯吃的朝代沒有幾次 所以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就 必須以肯定 但經濟的成就 卻跟政治上的進步 存有太大的落差 這方面台灣過去30年的發展經驗 可以作為大陸的參考 我相信台灣價值 就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這個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 也是台灣民眾最在意的 必須以尊重 大陸人民對於民族復興的渴望 與台灣人民最在意的民主自由 有極大的落差 這也顯示五個互相的重要性 兩岸之間 目前沒有正式的溝通管道 因此希望藉由雙城論壇的機會 向對岸也表達台灣民眾 目前比較關心的議題 讓對方多了解台灣民眾的想法跟需求 相信有助於化解當前的僵局 健保制度是台灣了不起的成就 也是台灣的驕傲 台灣沒有理由被排除在世界衛生防疫體系之外 希望能夠比照過去成功的模式 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還有國際民眾組織 也希望可以比照過去的歷史再次參與 海商權益的保障 除了投資保障以外 也要落實兩岸在2012年 由海基海協兩會所簽署的海基會與海協會 有關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共識 除了保障當事人應有的權利 也應當給台灣家屬有合理的權利去探視受關押的家人 對於參加上海雙城論壇 我想的是台灣整體的利益 以及人民最大的扶持 目前兩岸之間已經斷了所有正式的溝通管道 這並不符合兩岸人民的扶持 我們必須做一些事情來改變現狀 突破僵局 希望這次雙城論壇能夠順利 也有助於推動未來兩岸關係正向發展 謝謝大家